我現在在設立這種新型的教學法 就是想辦法讓它跳脫那個人數的框架 人數時間地點的框架 因為傳統你都只要是要教二學都受到這幾個因素的限制 那今天有網路我們可以跳脫那個 所以我不擔心很多人或我們有沒有很多人 因為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人他必須要讓他自己有閒暇 好好地帶著我看 他會說這東西不錯 你一直講一直講 要驚訝一下 我想那個七八十 Medical School的部分 可以跟他們合作多一點 年輕人比較有設計 我從這裡都沒有時間一概 不過目前一般的問題就是大家節目太多 大家節目太多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還是傳統的說 你要夠吸引力我才會 你吸引力什麼你的名趣 你的這個你的那個 所以我現在說沒有那個經歷去搞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只要是有一個機會 我把我們把話講出來 大家驚訝一下 把它做出來 然後放在網路上面 然後放在網路上面 我先慢慢來看 慢慢來看 願意的人來接觸 簡單說是這樣 就是說 我現在在取這個format 是這樣 就是說 不管人這個 我們如果有 這個人可以對話 我們就可以 將這個 這個東西整理什麼 講出來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處理的方法 就是說 我盡量不要準備 不要說有一個structure 我準備好這個 就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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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來 那就是我們講完之後 我說 跳脫那個東西 convers you out 對 就是說 有聊天的方式 就是 剛才說 就是要從聊天升級 讓聊天變成一個有用的事情 所以今天 等於是在做實驗 總是要有話題 這個話題 什麼話題都可以 所以我叫這個公司 default 話題 底線話題 是要說這個 那如果要找這些錢 然後找這些錢 就不要緊 我走 因為 最好目標的是 要做就是 用那樣打出來 錄影紀錄 錄影紀錄 不一定全程 可以切 所以話題 爬到了 另外一個獨立的東西出來 這是 額外收穫 簡單說 是用這個紅線 我是要用這個紅線 這些 實驗過了以後 要把它推到大學去 所以 大學裡面 你可以考慮 用這個方法去上課 學生都可以去看 收穫良多 這個是題外話 題外話 我這次去旅遊 我 湊小 我們那個團 十三個十五個人的團 裡面有一個 某某大學的店 他的教育學院 教育跟人文服務學院的店 我要找幾位跟他談這個東西 我要跟那個 林德魯騰那個副教長談 下個禮拜後天 會有當所一個教授 去跟他們談話 他們來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project 我也會跟他介紹什麼 這是題外話 我們今天我準備的底線題目 就是叫做 如何講話講到清楚 特別 尤其是我越來 這個耳朵越耳越不好 這個感觸越多 常常聽人家講話 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原因很多 大家都有這個project 可是人機大了 其中有一個現象 是講話的人沒有用 沒有認真講 大部分是講話的人沒有認真講 沒有抓到那個方法 所以找出一些方法說 這些方法其實可以幫助 可以練習 你可以說清楚是聲音的清楚 還是內容的清楚 都有 都有 所以我準備的問題 所以我本來要先準備一下 練習提出來 那些事也沒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 到底有多少種證明 讓我們聽不懂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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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內容 邏輯是有問題的 還有呢 還有呢 我的newsletter 在那裡我有下一個幾項 包含說 表明書給 喔我現在給你再說沒辦法 沒有 我把馬全力支持起來等 民主黨總統提名出選 這些人請給 包含說 太快了 民主黨總統提名出選 自己칙 無法馬總統 9月已經西懶外設私美 哪有的都是 有 好的 有志不清 有志不清除 無二 阿 那也有想 有想 好 będ 我自己也得 歐巴馬 全力支持 是來的 我聽人家說 我有同意 很多不懂的問題 所以我們 其實都可以練習 好